陆无飞这一举晚 一旁陪坐的兔妖狐媚娘和熊大哥马上都笑着举起了酒碗 一饮而尽后 陆无飞继续与白云霄闲聊 狐媚娘则是熊大哥在一旁干坐着 前者还好 他对这白云霄的这位结拜弟弟 眼前这神秘大妖怪还是很有兴趣的 打算回去后好好打听一番这位也姓白的大妖怪 这时坐着 就是看着对方英俊长相与其他妖王大妖们完全不同的气质 狐媚娘道也不觉得无聊 但对于熊大哥来说 此时坐在酒桌上 完全就是煎熬了 但是他不仅不能说走 连不满神态 表情都不能露出一丝一毫来 仅是那白浪之前展示出的恐怖气息 能力 熊大哥猜测对方很可能已经是妖王之境了 何况 白将军也在 这是在白将军的将军洞中 如此 他不能 也不敢说要走 只能硬熬 硬陪着了 只是今天他好不容易晋级妖帅之境 本应是他意气风发 威风凛凛的日子 如今却只能如此憋屈 小心翼翼在这里陪坐 陪酒 陪笑 这实在是让他愤怒难耐 熊大哥心中越想越憋屈 屈辱 不由心中大吼 白浪 你最好别让我修为有超过你的那一天 陆无飞自是不知道熊大哥心中所想 他再次举杯道 来 喝酒 熊大哥立刻从愤怒中回过神 一张操脸上连忙挤出一丝难看笑意 举起了酒碗 与此同时 隔壁山峰 靠近山顶的一处山洞内 火光隐隐 山洞外 守在洞口前的几只小妖在围在一小堆篝火前烤着火 这时 一阵脚步声传来 守门小妖马上起身 就看到远处山道上走来了几道身影 黑头领 看青来者 守门小妖马上喊道 身形矮状 浑身都被棱角分明尖锐黑色甲壳覆盖的围守妖怪点了点头 脚步不停就朝着前方吵杂的山洞内走去 她带来的几只小妖则在山洞口止步 马上坐在了篝火前 与守门小妖混在了一起 山洞内 坐在主位 身形高状 彪悍的野猪妖红牙闷着头在吃肉 一旁 身姿英俊的乌鸦怪与黄桂以及蛇妖丽丝三个妖怪头领在拼酒 丸达山在与身旁的猫妖边拨动着篝火 边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天 山洞内看似热闹 则是气氛有些沉重 从下午时分 曾经的熊统领熊大哥的声音响彻整个浪浪山后 山洞内的氛围就开始沉重了下来 这时 洞口传来的脚步声让闷头吃肉的红皮马上抬起头 看着来妖自顾坐在篝火前 自顾拿起一旁酒坛倒了满满一碗酒饮尽的妖怪问道 怎么样 接连喝了两碗酒 蚂蚁妖黑牙这才放下酒碗 抹了把嘴巴说道 熊头领确实已经晋级成了妖帅 有下面小的看到对方与白将军一起去了将军洞 这时应该在将军洞内喝酒 还有 熊头领所在山头 也已经摆起了酒宴 很多的头领已经带着礼物去赋宴了 黑牙这一番话落下 整个山洞内 连一旁拼酒的乌鸦怪三腰都安静了下来 红皮则是将手中啃干净的骨头塞进口中几口嚼碎咽下 开口道 不用太担心 有白将军在 那熊大哥不敢动我们的 但是 以后出行 身边小妖多带点 寻灵钥匙也别走太远 还有 让下面小的今后安分点 不要再去挑衅他们 熊大哥如今成了妖帅 估计会像以前大哥一样 用不了多久就会离开浪浪山 那时便不用担心了 总之 注意点就是了 红皮话音落下 喝晕了的乌鸦怪马上叫道 来 我们继续喝酒 黑牙你也来 你总是那么忙 都好几天没和你喝酒了 乌鸦怪拉起了刚来的蚂蚁腰 黑牙一起喝起了酒 红皮则是坐直了身躯 看着眼前明黄色的火焰 面色严肃 心中不由叹了口气 大哥 你到底去了哪里 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就在这时 山洞外 一道身影快速从山道远处 急速狂奔而来 一众手在洞外的小妖门发现时 就看到一道白色如剑一般的小小身影 窜进了山洞内 连阻挡都来不及 只得连忙追了进去 山洞内 红皮在那道身影窜进山洞那一刻 立刻猛然抬头 气息顿时大涨 但看清那急速窜来的白色身影 瞳孔顿时瞪大 身上气息紧收 随即猛地站起身 张开了双手 白色身影迅速飞至 将红皮膏状身躯撞退了好几步 才接住白色大老鼠 这时 周围一众妖怪头领立刻纷纷反应过来 正诧异红皮动作时 就看到他怀中多出了一只浑身毛发银白 长着乌黑灵动小眼睛 可爱无比的白老鼠时 一个个顿时惊呼起来 小白 小白你终于回来了 小白你这些年都去了哪里 你找到了大哥了吗 见一个个惊喜无比的要伸手过来 小白立刻爬到了红皮肩膀上 面色警惕地看着这一群妖怪 好了 不要吓着小白了 红皮健壮马上抬手挡住了要上前的乌鸦怪 开口说道 让我来问问他 说着红皮看着肩膀上白老鼠道 小白 你找到大哥了吗 小白这一次也没有墨迹 直接叫道 知 红皮面色顿时一喜 压下心中喜悦 再次问道 大哥现在在哪里 你是跟着大哥回来了吗 话音落下 山洞内所有妖怪都紧紧盯着白色大老鼠 小白依然直接道 吱吱吱 下一秒 能听懂小白话音的红皮 丸达山 黄桂 立刻欢呼了起来 看着三帝四帝丸达山脸上的兴奋之色 到如今依然听不懂的乌鸦怪面色着急道 小白到底说了什么啊 你们倒是说说啊 二叔 丸达山见状马上兴奋道 爹已经回来了 现在就在白将军洞中喝酒 他话音落下 这下不仅是乌鸦怪面色大喜 一旁的蚂蚁腰黑牙 猫腰三娘 听到这个消息同样惊喜不已 他们衣服在白将军麾下已久了 早就已经被看成了是白将军一脉的了 当初浪浪山的白将军将他们带回来 并没有将他们打散 或是要让他们融入浪浪山的妖群中 而是让他们继续带着之前在大战中活下来的各自小妖 在山上正常生活 正常交任务 所以 他们这一大群妖怪 也被称为太平山一脉 之前知道与白将军有救援的雄统领晋级成为将军 他们同样感到不安 这时听到自己的白将军回来 他们如何能不高兴 至于山洞众妖中唯一一位算是新头领的蛇妖利斯 那位白将军的英勇世纪他耳中早已经听了个遍 这时听到传言中的白将军归来 他也是惊喜又期待 他早就想看看小妖口中的那位厉害无比的将军 红皮大统领的大哥了 在白鼠到来之前 一个个面色沉重 心中沉闷 现在呢 一个个面色大喜 兴高采烈 实在是让众位妖将头领们体会到了什么是惊喜交加 走走 大哥已经回来了 还怕那头熊做什么 乌鸦怪面色兴奋 立刻叫嚷道 我们现在就去找大哥 其他妖立刻看向红皮 红皮这时也马上点头道 二哥说得对 走 我们去找大哥 说吧 红皮马上带着一众妖将门就向洞口外走去 统领 统领 守门小妖剑状连忙起身马上喊道 这时 红皮走到山洞门口时突然停了下来 开口道 熊大哥成为将军 肯定有很多头领去他们的宴会 说到这里 红皮转头看向身旁的黄桂道 四弟 你悄悄去看一眼 看看都有谁去了 我们在将军洞前等你 我知道了 黄桂瞬间就懂了三哥的意思 点头回道 随即踩着黑风就朝着一个方向飞去 走 我们去找大哥 看着黄桂迅速离开 红皮说着脚下生物 朝着主山方向飞去 身后一众妖将门立刻一个个踩着黑云黑烟跟上 至于小妖 则是化身原形快步跟了上去 没过多久 红皮带着一众妖怪们就赶到了主山将军洞前 看到红皮统领到来 守门小妖马上上前 一番交流后小妖转身走进了山洞 与此同时 察觉到了山洞外的动静 陆无非看向一旁的白云霄一眼 白云霄会过一来 随即看向一旁坐立南安了一晚上的熊大哥说道 今天是熊头领的好日子 就不留熊统领了 听到白云霄一番话后 终于能走了 熊大哥心中顿时大喜 与白云霄胡妹娘和陆无非打过招呼后 转身就朝着洞外大步走去 陆无非这时轻轻吹了口气 一根肉眼微不可见的白色狼毛立刻朝着熊大哥迅速飞了过去 看到熊大哥离开 胡妹娘也知道自己该走了 于是举起了手中酒碗 与此同时 将军洞外 熊大哥大步走出将军洞 就看到外面等着的野猪腰红皮 乌鸦怪等一众太平山妖怪 以他的性格 以他现在的身份 他本不想理会这一群太平山妖怪的 但是一想到身后洞内如今修为恐怖的白浪 挤出一丝笑容看向为首的曾经同仁道 红统领可是来找白将军 他就在里面 摸不清熊大哥这一番招呼的目的 但伸手不打笑脸人 红皮马上笑着回了句 熊大哥微笑点头 转过头 面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踩着黑烟飞上高空之时 脸色已经是阴沉到快滴出水来 怎么办 要不要将红白浪偷偷回来的消息告诉三大王 如果这么做了 自己与红白浪肯定没有任何回转余地了 到时候白将军恐怕也会对自己不满 但红白浪威胁到了自己的性命 这可比白将军的不满重要得多 而且自己现在已经是妖帅之境 是将军了 红白浪肯定感觉到了自己的威胁 恐怕就是自己想隐藏 红白浪也不会相信 不能把自己的安危寄予仇人的大度 仁慈上 何况红白浪 可是狡诈无比 如果自己把这件事告诉了三大王 也告知自己与对方的仇怨关系 到那时三大王肯定会保护自己 毕竟自己现在也是将军了 还有功 对就这么干 现在就去找三大王 把那白浪崽子回来的消息告知他 不等等 那白浪如今实力太强 自己现在贸然离开 肯定会被发现的 再等等 等到深夜 等到他们放松警惕之时 再离开浪浪山 去找三大王 一念至此 苦做了小半夜 已经彻底想通的熊大哥心中做出了决定 与其等那白浪崽子发善心 不如自己主动争命 想通了这些 熊大哥立刻朝着自己住处飞去 将军洞内 看着兔妖狐媚娘转身摇曳着身姿离开 白云霄马上道 他们这一回去 贤弟回来之事 恐怕瞒不了三大王多久 陆无飞局晚与白云霄碰了下 一口引进后摇头 我也没准备瞒他们多久 兄长 召集你挥下小妖吧 说到这里 陆无飞放下了酒碗 拿起筷子吃菜 白云霄听到这话却是愣了一下 刚刚白浪已经与他交代过了 将他挥下所有小妖收起 以免后面大战会被连累 但他这一召集跟着白浪 就意味着彻底与大荒山 与三大王决裂了 再见就是互相之敌了 一瞬间 白云霄脑袋中迅速闪过了 在大荒山这些年来的种种 一边是相处一般的大王 一边是好兄弟 这选择并不算难 不过一个呼吸时间 白云霄便做出了决定 道 就照贤弟说的办 说着 他转身看向一旁等着 杨统领长须道 去 召集浪浪山所有妖怪集合 似乎意识到有事情发生 长须愣了下 随即马上点头 是 将军 说着长须快步朝着将军洞外走去 长须面色严肃地走出洞门 看着在外等待的红皮统领 也只是点了点了头 一句话都没说 快速飞上半空 将手中多出一枚散发着微弱光芒的短笛递到了嘴边 用力吹下 呜 这一刻 悠长的呜呜声立刻以杨统领长须所在位置 以将军洞为中心 朝着浪浪山四面八方传去 这是召集所有小妖的哨声 乌鸦怪听到这声音 看着半空中的长须统领 马上开口说道 白将军这时召集妖怪干什么 不知道 一旁的红皮看着吹响哨声的长须皱眉摇头 随即已轻不可闻的声音道 也许与大哥有关 什么 乌鸦怪没听清楚 正要询问 就看到黄桂身影飞了回来 与此同时 哨声迅速传到了浪浪山领地四面八方 一只只在吃食 在玩耍 在喝酒 在交配 在睡觉的妖怪听到哨声一个个都立刻抬起头朝着主山方向看来 在各种嘀咕响声中 一只只妖怪放下手中各种事情 开始朝着主山汇聚 距离主山不远的一座山峰伴妖处 一片热闹的无比的露天酒宴上 吃得正高兴的众妖听到集合哨声立刻都安静了下来 好好吃席被打断 尽管心中有各种牢骚 但在大庭广众之下 一只只妖怪不得不放下手中酒肉 老是朝着主位上的熊统领 不 是熊将军告别 看着众妖迅速离开 看着空剩下的酒宴会场 脾气暴躁的牛腰肠尾 面色很是不爽愤怒 但熊大哥看在眼中 心中却是急切起来 将军有诏 定是有重要事情 你们快去吧 若是问起我 就说我有事耽搁 晚些道 熊大哥打发走了 结拜三帝与麾下妖怪 心中却是犹豫不定 这会不会陷阱 自己现在要一起过去 还有机会向三大王 禀告那白浪回来一事吗 不行 等不了深夜了 一念至此 熊大哥终于下定了决心 脚下黑烟滚滚 立刻朝着主山相反方向低空急速飞去 好在三大王住处在另一个方向 熊大哥心生庆幸 以最快速度朝着远处飞去之时 将军洞内 察觉到自己留在熊大哥身上的狼毛异常移动情况的陆无飞开口道 兄长 你领地向西 会通往哪里 向西 向西会通向地龙将军领地 在过去的话 就是三大王住处了 感觉到白浪化中有话 白云霄马上反应过来 开口问道 怎么了 陆无飞笑了 道 熊统领不小心沾染上了我的一根毛发 我发现他在众腰都向主山汇聚之时 唯独他一个朝着西方飞去了 速度还不慢 他往西去了 白云霄文声面色立刻一变 陆无飞叛逃之事在大荒山可不是秘密 陆无飞刚回来 熊大哥不顾及和哨声向西方飞去 这心思无疑不问自明了 就是去通风报信去了 他还想着能不能再给熊大哥说说他与白浪之间的恩怨 现在熊大哥居然自己要跑去通风报信 他自问对待熊大哥一直都不错 没想到对方居然丝毫不顾及自己与贤弟白浪之间的关系 他白云霄还有什么好说的了 还有什么脸好说 看着白云霄脸色难掩失望之色 陆无飞开口道 不能让那三腰提前知道我到来 只能回来再向兄长陪礼了 说吧 陆无飞转身就向外走去 走出将军洞时 身形已经迅速恢复至半腰之身 大哥 大哥 爹 等在洞外的红皮乌鸦怪黄桂丸达山立刻一个个面色激动的大叫起来 不过这时陆无飞没时间多叙旧 只是朝着一众熟悉兄弟挥下笑着说了句 等我去处理见识回来再说 说吧 陆无飞身形化作一道清光 朝着西方天空积射而去 红皮乌鸦怪几个虽然疑惑大哥话中所说之事 但看着深化流光远去的大哥 他心中都无比清楚 大哥更强大了 强大了很多 感受着自己狼毛的移动位置方向 陆无飞急速朝着西方飞去 以他现在的速度 不过二三十个呼吸的时间 他便看到了前方飞奔在紧贴山林上空的那个熊壮身影 正在飞池中的熊大哥刚感受到心中传来危险的心计感觉 就听到后方传来的呼啸声响 他连忙转过头 就看到一道清光从后方天空急速追了上来 一瞬间 熊大哥心智神明 定是那白浪追上来了 他竭力全力飞驰 却眼看着那道清光追到了身后 随即化作一道青袍飘飘的出尘身影 不是之前在将军洞吃酒的白浪还有谁 为什么 为什么你都如此境界了 你都答应了白将军了 为什么还要杀我 这一刻 熊大哥已经不去想 为什么对方会如此之快 知道自己逃跑 为什么会这么快追上来 他发泄着胸中憋闷了太久太久的憋屈愤怒 为什么 见到对方问起如此白痴问题 陆无飞冷笑道 那就得问你这么晚了要去哪里了 你这是想去通风报信吧 如此 我便是杀了你 也能向我兄长交代了 熊大哥 虽一开始是我不对 但你对我的报复 也是仇恨之源 我们之间五十年的恩怨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说到这里 陆无飞不在耽搁 抬手间 一只由灵力汇聚而成的 撑天巨手猛然拍向下方的熊大哥 不 熊大哥大吼 奋力撑起身前道道光滑流转的护盾 只是他在抵抗也是徒劳 绝对的力量带来的是绝对压制 剧长始终笼罩着他 不偏不倚落下 砰 一瞬间 灵力激荡 地动山摇 寂静夜空 只留下一道深深映入山体的庞然五指掌印 陆无飞挥手收起掌印中间那道破损身躯迅速变化而成庞然雄狮真身 转头看了西方一眼 一灰衣袖 转身化作青光朝着浪浪山飞去 几起 位 温望